有減傷阻塑 他明明就是上面痛 你溫下面這就很尷尬 不過其實我在急診 還遇到一個比較誇張 因為我們急診 在做一些侵入性處置的時候 通常病人是清醒的 我們不像說你手術 你是給他全身麻醉 所以其實你在幹嘛 病人都知道 印象很深刻是一個媽媽 帶了一個年輕女孩來 她就是車禍 那因為比較嚴重的外傷 是在上半身 所以她有 那我們要幫她做的處置 就是我們要放置胸管 因為她媽媽一直跟我說 她未來要穿皮尼 所以我那個傷口不可以太大 我說好 那你盡量就不要亂動 那妹妹真的是激動到不行 她也不敢動 好不容易我都準備好 位子才找到 正要拿胸管要放置的時候 原來那一天在急救區裡面 跟這個診的不疑是 她剛進急救室 所以她其實有點緊張 她沒有備好藥 所以後來我跟她說 去幫我找那個管 然後那妹妹一直到 醫師你不是說很快就好像說 對 那你說我不要 就是她就整個過程 是歇斯底里的 好不容易那個護理師拿著管子來 她會五菌拆給我 那一拆給我那個管子 我們當場我心就量了一節 因為我每次安撫她 真的要花非常非常久 也就是說我們順手只要隔開 看到位子的管子進去 那個過程幾分鐘就結束了 對 結果護理師又咚咚咚 又跑去背了一組管子來 但是孩子很順利 小心翼翼的打開 真的放上去了 我一看好數不對 我就熱了 然後粗一點 就我說 那個妹妹聽到我說 粗一點的管子之後 她又開始歇斯底的大 後來好不容易弄好 非常久 那因為她是在急救室裡面 媽媽基本上是隔離的 所以我當她處置完 媽媽在外面已經非常緊張 我跑出去跟媽媽解釋 這個過程 媽媽就說 醫師是不是過程很不順利 為什麼 妳說一下下變兩個小時這樣 我說 這話妳都說得出來 我要講一個很好笑的是 你也是知道我們在跑醫療線嘛 所以我們常常其實會知道 某個醫生是什麼強項啊 這個哪一科權威啊之類 大家都彼此會有內線消息嘛 其中呢 某醫學中心的一個整形外科醫生 他一直是我們口中覺得是 就是神刀之一 就說大家都覺得說 他割的酸藍皮非常好看 然後又自然 所以後來他出去開業之後呢 很多的同業還是會去找他開刀 那其中呢 有一次呢 有一個同業 他就是去找那個醫生 不然他不是開刀 那醫生最主要是要去採訪他 跟醫師閒聊的時候 就會對上眼睛 醫師就會開始講 比較輕鬆的事情的時候 就說 妳那酸藍皮是割的吧 然後呢 這個 我們這個同業就說 是啊 然後這個時候醫生就說 然後這個 這個 同業就說 可是 這尷尬 這是你哥 這是你哥 好尷尬 好尷尬 這個太尷尬了啦 然後 我跟你講他們醫生 我跟你說 那頭腦都一級棒的 馬上就說 所以 我跟你講 你應該兩隻眼睛的 用度數不大一樣對不對 是耶 我跟你講 久了他就會平衡了 你再等下時間 當時是有考慮到 你的視力的狀態 他以後就越來越對稱 這個好尷尬耶 他應該說 所以應該要來維修一下 對 像我們有些那個 小朋友來好幾次 可是他的名字 每一次來我都唸錯了 後來我就是學乖了 我都叫 比如說 假設 比如黃沖寧 那是沖鬼扭 我就說 小寧 換你了 黃沖寧 對 有一個媽媽 她的孩子叫 後面兩個字都是 音樂的月 但是她媽媽就堅持要 真的很無聊耶 但我從來沒有一次 記得到底是黃樂樂 還是黃樂樂 還是黃樂樂 從事以後我就說 小兄弟 你最近 不過這個真的有一點 你還滿作難 因為都會覺得 樂樂或樂樂對不對 我贏著熊熊 但是聽說 你在生小孩的時候 也發生一個很驚恐 很尷尬的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生第一胎 剛恢復就是在 我那時候為了省錢 入上任房 而且那時候別床 有很多人在探病 就是看自己的小朋友 或什麼 那時候把臉子拉很緊 因為我剛好在餵母鹿 然後因為剛生完很燥熱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會有一種 會一直流汗就很流 對 就是那種 會很熱的那種感覺 我就把臉子脫掉 就是 會很痛 對啊 就是要一邊按摩 然後一邊餵 然後我就要變餵的時候 護士要按 就例行性的來檢查 然後就忽然 他只說 指教為名字就馬上打 我完全還沒有 來不及反應說 我在餵母鹿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打開 那時候我就整個 大尖叫 我不叫還好 一叫一個人就看 什麼 我就傻眼都很愛 就整個很丟臉 然後護士就很尷尬 趕快把電視關起來 然後就跟我說 對不起 沒關係 我說我整個超級好 又覺得很無言 然後又不能罵護士 我就說沒有關係 對不起 就沒關係 先這樣子就好了 我想問 這時候是不是要眼鎮定 對啊 因為其實以前 我也遇過那種狀況 就是餵母奶的時候 因為就感覺都一直在餵母奶 在醫院的時候 就五十五顆不下 然後醫生就進來 然後我也尷尬 他也尷尬 但是我想說 這時候只要演下去 我說 師傅賭房好 然後說 那時候要演鎮定 太尷尬了 那時候我就決定 第二他一定要住單人房 我不住三人房 不過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強調就是 母嬰同事 對 那事實上 不能夠有這麼多的訪客在那邊 就是說頂多只能有一個家屬 因為太多就怕感染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像我們如果有時候 真的進去插房的時候 那有遇到媽媽在餵母奶 那我們就很神獸 熱定的也會跟她講 媽媽 妳餵得不錯嘛 好 你覺得很重要 來 繼續 這有點安慰就對了 對 然後媽媽就有 自信 對 對啊 那就好 妳繼續餵好 那我們就不吵妳了 我有遇過那種三個人病房的 然後 故事是用生命在拉那個窗裡 對 這樣 妳的 牠常在臉 牠是 就會很開耶 對 牠們在那個上面的那個拉桿 感覺是 對 然後 都不會卡到什麼的 對 布丁姐姐 你就自己來 不過剛剛是那種 譬如說病患跟醫師之間 可能有一個很尷尬 或是很扁扭的時刻 現在要聊的是 病患常常會有一些鬧笑話 或者是 情緒失控 病患情緒失控 對 這個其實 我們一定很常遇到吧 病患情緒失控 我們之前是有遇過一位 就是我們那時候其實在做 就是幫牠在看那個體態的那個狀況 然後我們在看體態的時候 就是正面跟背面都要看 然後通常我們會請牠躺著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通常女生躺著 就是胸部位就是比較平 然後結果牠的就是還是一樣 還滿挺的 我先想說 牠是穿了什麼神奇的內衣嗎 後來就是我到 準備要去碰牠的時候 牠就說 那個 我有龍乳 然後 對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 那然後 可是牠又不死心 牠就說 不過這邊可以碰 這邊可以碰 然後大概在哪邊可以碰 牠就開始在那邊指位子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算了 沒有關係 然後牠說 牠開始邀約我說 你要不要看我的傷口 我的傷口就是縫得很漂亮 然後我就要 牠剛龍丸嗎 沒有太久 然後結果接著牠就說 就最後我已經想要做 就是把這個話題結束掉 然後結果牠就說 還是如果 哪天沒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介紹我的陰燈給你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 謝謝 可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如果真的 我們有做一些東西的話 就是觸診是OK的嗎 會真的把牠弄破或什麼 其實是不至於 但是就是 我還是需要牠告訴我的事實 所以其實我們 如果遇到你們的話 我們要自己跟妳講說 我做了哪些東西 如果我會碰觸到 或者是我會有比較大的 那個力氣壓到的話 對 然後我們還是建議牠 就是要 就是直接告訴我們這樣子 因為那個 對 有時候就覺得 天啊 妳是要幫我深層按摩嗎 好痛喔 我記得有一個那個 天氣有點涼的夜晚 大概晚上10點多 最後一個掛號的是一個 二十幾歲的媽媽 最後一個掛號 天氣有點涼 飄進來這樣子 那她穿的就是很休閒 就是那個運動的長褲 然後運動的夾克長袖的 然後那種拉鍊是拉到這裡 那我問診問完之後 就是需要做檢查 那我就覺得 這件夾克 我用聽診器來聽的時候 可能沒辦法聽得太清楚 我就跟媽媽說 這個可能衣服要拉開一下 我聽得比較清楚 然後媽媽就拉開 我就稍微嫩住了一下 你因為沒穿衣服 只穿內衣 只穿內衣 她應該是洗完澡啦 就穿得很... 內衣在家運動外套 就下來掛號了 那我就很鎮靜地把她聽完 把她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 整個臉是紅的 下次真的 這句話要小心講 因為其實很多媽媽 她會覺得 醫生的建議是合理的 所以我現在其實看到 這樣子的穿著來的 我要聽之前 我都會跟她說 你裡面有穿衣服嗎 裡面有穿嗎 這個也很奇怪啊 醫生 你想幹嘛 對啊 就變態啦 就很怪怪啦 真的啊 好消息是喔 那我想問一下 就你而言 內衣算不算有穿 因為就我們 就是內衣算有穿 而且其實在那個 聽診器要聽 本來就應該要接觸到 對 衣服啊 你隔著什麼都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聽診器 要把衣服這個拿起來 在國外真的是 沒有 老醫師都是伸進去啊 就是拿聽診器 然後放進去 對... 他就要貼在那個 真的喔 我們在急診看診 都很開放啊 而且奶奶常常有時候 沒有穿衣服 對啊 奶奶都不會穿衣服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繼續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